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尤其是女人一定要有钱,那样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和物时才有主动选择的权利 特别现在的经济社会,更多的女人特别希望出来工作挣钱,没几个愿意在家当家庭主妇的 女人不能穷,一定要有钱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给父母很好的生活,让父母晚年能够日子更幸福,带父母去好一点的地方吃饭 你不用去担心菜单背后的价格,当父母生病时,你能带他们去最好的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 当邻居的阿姨叔叔在那炫耀他们家的孩子多优秀,多厉害的时候 你的父母也能很自信地说,我的女儿也不差 你有钱了,当父母有困难的时候,会想到第一时间告诉你 而不是想发设法瞒着你,不让你知道,怕你又的揪心睡不着觉 啊,恋爱时,男人总是会说,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 每个女人都幻想着嫁给一个愿意养你,永远对你好的男人 但是真正美好的爱情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去挣钱来换取面包 那样的感情才能长久 有钱的女人不会因为需要依赖一个男人的物质条件 而隐忍地和她生活在一起 她会有足够的底气说,我有能力获取面包 你给我爱情就好 别整天哭哭啼啼,怕自己嫁不出去 别只担心没人要 应该想着,没钱怎么去挣钱 好姑娘从来都是自己买花袋的 三,女人有钱了才可以任性地买买买 爱买东西是女人的天性 一个女人只有有钱了,才不用因为一两块钱的事情和卖菜阿姨砍来砍去 新款衣服出来的时候不会因为价格在那纠结半天,到底要不要买 想出去旅旅游,还得省好长时间的钱才能出去 有了钱可以根据心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钱了注意保养自己 不要等到年纪大了,才发现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 而后悔以前没注重 不用担心下雨天怎么出门比较方便 因为有钱你可以买辆车 不用聚集地铁公交和别人争作出租车 四,女人一定要有钱 那是因为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个女人 而对你怜乡惜玉 所以你一定不能穷,因为只有努力挣钱 你这辈子才不会因为钱和谁在一起 或者会因为钱离开谁 因为你自己有能力挣钱,不需要依赖他人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罗子军 刚开始的时候,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多少人羡慕 可是当丈夫提出了离婚之后 她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子呢 现实给了她这个女人重重的一拳 她那时候就是个废人 后来通过努力改变出去工作 上班才改变了自己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女人只有经济独立了 才能有底气去做很多的事情 在最好的年纪 女人一定不能穷也不敢穷 一定要努力让自己有钱 为了不辜负爱你的人 不辜负可以更优秀的自己 找到一份不依赖于物质的爱情和婚姻 做个真正幸福美丽的女人